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州人与公共外交 这里的内容会分三个部分 世界温州人概述 世界温州人公共外交纪实和总结访思 第一部分 世界温州人概述 实际上我们在温州的文化魅力中 已经了解到世界温州人了 温州是全国重点桥乡 迄今为止 有近69万温州人在131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300多个海外温籍侨团 温州人特别能创业惠金山 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 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人 在积极支持家乡各项事业建设的同时 也是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 中国故事的重要民间力量 温州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世界温州人这个群体 在温州有世界温州人博物馆和世界温州人家园 每年会召开世界温州人大会 欢迎他们常回家看看 有这么多温州人在海外 那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据有关实际记载 早在公元998年 就有温州人周筑移居海外了 周筑是第一个走向世界的温州人 是温州桥居海外的先驱者 他是坐山船来到高丽 高丽王朝 Gorio Dynasty 是朝鲜半岛上的 一个古代王朝之一 朝鲜半岛就是Korean Peninsula 因为他机会做生意 又很有文采 很会写文章 被高丽王朝中的 汉林学士蔡忠顺 推荐给了国王 那时候该立给中国 当时是宋朝 辽这个王朝的外交文书 都出自他手 他就一直留在高丽 替国王工作直到去世 这个是周达官 公元1295年到1297年 初始真辣 现在的柬埔寨 他在真辣两年时间里 在那里工作 同时也写下了真辣分土记 虽然只有8500个字 但是1971年独立的柬埔寨来说 他是唯一能找到的 关于柬埔寨的国家地理民俗 尤其是他这个世界著名的佛教建筑群 无歌哭的记录 Anchor Wat 无论是对柬埔寨还是世界来说 这本书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同时也对温州与柬埔寨的交流 做出重要贡献 温州历史上 有四次对外开放 其中两次是宋元时期 分建朝廷自主对外开放 一次是近代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 还有一次就是建国后 我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开启了历史的新时期 先说第一次 那是1131年南宋政府在温州设立四博物 就是说Municipal Trade Affairs Office 它是处理有关商务的往来的办公室 这标志着温州第一次的对外开放 这一次对外开放的主要原因是 一温州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第二温州造传业的发展 和温州城乡商品经济的发达 对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为适应对外贸易发展 需要南宋朝廷在温州设立 这个市博物的机构 专营对外贸易事务 第二次是1277年 元朝政府升格了市博物 这标志着温州的第二次对外开放 这一次对外开放的主要原因 是一元朝政府企图从海外贸易中 获得巨额的收入 第二 1293年 元朝政府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 进行了整顿 并将温州市博司撤销 这两次的对外开放 不但促进了温州和世界各地的友好往来 文化交流 而且也有利于温州人陆续走向世界 从事海外商贸活动 1876年 温州被定为通商口岸之一 通商口岸就是Trading Port 这标志着温州第三次对外开放 这一次对外开放的主要原因 一 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增辟温州为商铺 第二 在温州建立英国驻温的领事馆 英国领事馆英文里面说是British Consulate in温州 温州海关就是温州Customs 江兴渝是江兴Islet 他在这个江兴渝呢 穿了一大片的土地 建成了一座三层的领事馆 看这个图中现在还在 当然是作为其他用途了 第三 温州开铺后 各国洋行设置代理商在温州 1984年 温州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这标志着温州第四次对外开放 这次对外开放的主要原因是 这是国家的国策 要进一步对外开放 为的是尽快的建设中国的经济 第二 因为温州市是浙南的经济中心 温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外开放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 在温州市龙湾区 新办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那么世界温州人都去到哪里 主要靠什么谋生呢 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方面 谈一谈温州人在世界不同区域的谋生情况 首先是到发达国家的温州人 今天的欧洲有约50万的华人 其中80%是温州人 最开始温州人都会通过打黑工赚钱 等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这些人开始自主创业 以法国为例 温州人在巴黎 用低于10%以下的利润竞争 用超负荷的工作 急速的完成订单 巴黎的反制业 70%是由温州人控制的 我们在温州的文化命令里面讲到 意大利这个比例还要高 90%以上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温州人 大多选择经营鞋类服装类的生产 还有呢 充餐厅 有开宾馆 和华人旅行社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早年的生涯里 和这些行业过从甚密吧 很多在法国的温州商人 经历一些晚店 其实也就是往国内 倒卖外国货 这些所谓的新商业 背后的主导策略 却依然是压缩成本 薄利多销 从此 温州人靠着勤劳勇敢 在欧美制造业市场 逐渐打造出一片 中国人的制造业天地 温州呢 还是交通运输枢纽 看这个图 就是今年 11月29日上午9点 一架东方航空空客飞机 就是原来载人的飞机 现在用来运货了 满载着25.8吨的货物 由温州龙湾国际机场 直飞意大利米兰 这标志着温州 温州机场近期还将陆续开通 到日本东京的货运新航线 进一步提升温州空港国际货物的运力 助力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 第二方面呢 是一带一路的温州人 2017年11月 在中国后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热情高涨 其中多以从事制造业人员为主 温州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阵地是东盟国家 阿西安 还有阿联酋 United Arab Emirates 还有俄罗斯 Russia 等国家 其中在越南 阿联酋 泰国 俄罗斯最多 都有超过700人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四支 都超过400人 从事制造业的温州人 占比达43% 统计结果显示 温州人参与 上午十点 随着一阵鸣笛声 首探中欧 易兴欧帮列 温州协类号庄列 从温州铁路口岸使出 预计 15至18天后 抵达俄罗斯 该鞋类号的庄列 搭载着温州生产的 总重量615吨 价值约 410万美元的 鞋靴 踏上新丝路 新丝路 我们说的是 New Silk Road 第三方面呢 是在非洲的温州人 20世纪90年代后 伴随着我们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与走出去政策的逐渐落地 温州人 选择去非洲 非洲 从此成为海外发展的起始点之一 逐步替代原始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移民的位置 但也有很早就去了非洲的温州人 途中的这一位 是让平 让平 他在2009年的时候 回温州 探亲 访友 他于1999年 成为加鹏共和国 Republic of Government 外交部部长 因为他父亲 陈志平 先生是温州人 他是于1933年 就去了加鹏共和国 说起温州人在非洲创业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温州的经济移民 作为少数族群进入非洲 当然他们要以经济利益为目标 这也意味着他们遭遇的主要冲突会贯穿于族群内部和族群间的商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 遭遇不同强度的冲突 这些困境发生在安全文化经济方面 除了制造业和贸易 温州人参与最多的应该是医疗救助了 我周边的一些熟人朋友 也都参与过国家省市组织的各种医疗队赴非洲资源医疗建设和抗病救人 有的甚至成为总统的御用保健医生 就是总统的私人保健医生 这里的第一张图中这个医生就是我的好朋友温州人胡增 他是著名的中医 成为纳米比亚总统的私人保健医生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关于温州与世界 温州人与公共外交的第一张世界温州人概述的内容 你明白了吗 我们脑子里迅速回放一下吧 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早在公元998年 温州人周筑就成为第一个走向世界的温州人 是温州桥居海外的先驱者 他到的是高丽 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上 替国王工作 在那里当光了 第二个呢 是周达光 公元1295年到1297年 初始真辣 现在柬埔寨 并写下了真辣分土记 这无论对柬埔寨还是世界来说 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第三呢 是温州历史上的四次对外开放 尤其是最后一次 1984年 温州成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 第四个方面呢 是世界温州人在不同时期到不同区域创业 发达的欧美国家 邻近的东盟国家 和远处的非洲国家 都清楚了吗 那么这次课我们学了哪些词语和表达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这里有一些是前面学过的 比如说世界温州人 World温州Ease 温州商会 温州Chamber of Commerce 华人朝团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东方犹太人 Oriental Jewish 世界温州人大会 World温州Ease Conference 然后今天我们刚刚学的有这些 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 高丽王朝 Goreal Dynasty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 Customs of Zhengla or Cambodia 吴歌窟 Anchor What 对外开放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市博物 Municipal Trade Affairs Office 通商口岸 Trading Port 英国驻温领事馆 British Consulate in Wenzhou 江兴雨 江兴 Islet 温州海关 The温州 Customs 经济技术开发区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一带一路 The Belt and Road Or B&R 东门 Asi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ern Asian Nations 阿联球 United Arab Emirates Xiege Leather Shoes and Other Leather Products 机械配件 Machinery spare parts 电子电器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中欧 中欧 一新欧榜列 EU Leaving China Vaya Xinjiang Madrid Train 新思路 New Silk Road Japan共和国 Republic of Gabon 好 今天的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期待下一次 与您再见